哈喽大家好,我是杨哥,今天是情人节2月14号,在这里祝观看我视频的网友们情人节快乐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收到520和1314转账的真实的感受吧 在这个出对象的时候,当我们收到了什么520啊1314,我们会结了图,马上发到朋友圈 然后也会觉得很开心,收到了这个钱,觉得可以马上就花出去买点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 满满的幸福感啊,这是我结婚以后的第一个情人节嘛 我觉得还是心里挺有变化的,虽然现在今天也有转给我520和1314 但是我并不怎么开心,因为这个结婚之前呀,他的钱是他的钱,是吧 那个他给我转过来了,那我就觉得是我的账户里面多了一些额外的钱 然后就觉得花起来很开心,很顺手,不太心疼 那现在结婚以后呢,就他到底有多少钱我都知道 然后他在那一笔钱里面给我转这个520和1314 然后我顺便就觉得这不是我的钱,这本来也是我家的钱 你给不给我转,我家的钱总数是没有变化的 看来这个结婚之前可能适用于转账这种 可能结婚以后更适合买礼物吧 那这条视频就更新到这里 大家记得关注我下一条视频 下一条视频马上会发出来 然后会讲,现在今天给没给我买东西 还有我们遇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 在给女朋友准备礼物 你们记得去看看她什么身份啊 我们下期再见